有160多年历史的三重区同仁宫 主要供奉土地宫 而庙前还有一个被姓仲摸到发亮的金元宝 庙方特别在庙门的旁边张贴了五字连 指导姓仲如何摸金元宝求保佑 姓仲如果来到三重区的同仁宫 一定都会注意到庙门前的这个金元宝 原本偏暗沉色系的金铜色 因为太多姓仲来摸金元宝了 而变成亮晃晃的金色 同仁宫的祭宝盆 就是由宜蘭的五节金土地宫庙那边介绍过来的 他这个人做这个金宝盆 他只有这三个 两个是在那个金土地宫 在宜蘭金土地宫 一个是在我们这里 本来他是在大陆做的 多做一个就丢在大陆 也是一个土地宫和土地宫的缘分 好来 我有一次到宜蘭土地宫 金土地宫那边拜拜的时候 顺便问他们这个金寶盆 他们的主任委员跟我说的 这个人做的这个人是在延平北路七段 那个时候我就想起给他能不能够购买一个 他这个是放在大陆 本来就随便丢在坊地 就是要等我们的土地宫要这个金宝盆 金元宝该怎么摸 而摸法的不同也分别祈求不同的心愿 庙方很贴心的制作了一张摸金元宝的五字帘 就张贴在庙门的旁边 提供信众做一个参考 我就有给他写了二四六条的七里 这个是要用台译来讨 摸完保交宅有进保 運气年年后 摸佛分其夜观昆倫 共性明有尊 第三摸佛分队出兵好作会 选择目不及 摸份比乃逸乖快心 金云打敌天 摸在这 在深陵鬼户 一代一代步 即使不特别来祭拜土地宫或是摸金元宝 同仁宫仍然是附近里民聚会的好场地 大家喜欢在这里泡茶聊天 享受在都会区里难得的悠闲 记者方健凯林锦鱼三重采访报道